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0 纳塔神旺将每日委托开启方法 元神蒙德神秘的武学召唤 系统还有这个每日委托是如何开启的 那首先需要你完成前置任务 博神任务第五章第一幕 龙花与炎日之图 把第五章第一幕完整的做完 这两期做完了之后呢 你就会自动接到两个任务 其中有个任务排气的叫什么名字 另一个任务叫做炙热朝着冒险 然后它会引导你就是来到这边 你可以就可以直接 看过任务的时候这个图会自动开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直接传过来了 这边是纳塔的声望 然后在这个声望里面的话 还是第一个是这个角色的任务 角色的这个部族任务 到时候相当于就是他的传说任务 角色传说任务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纳塔的这个声望系统 和这个世界探索挂钩的 然后这边的话 你声望等级 达到一定的等级 可以获得一些道具啊什么的 这边是一些建筑食谱 角色材料 然后右边的话 声望等级达到上线的部落群 然后也可以解锁像这个名片 然后这个可以解锁一个原胚 这个是七神召唤的 然后这个是寻宝罗盘 火神童的共鸣石 然后是角色翅膀 下面是食谱啊之类的 接着每日委托也是你做完了 这边的魔神任务之后 来到这个圣火竞技场右下角 这个锚点传过来 直走 右转 过来 然后来和这个MPC对话 好的 那这边的话 右上角这本书点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每日委托 设定在纳塔 这样就可以把每日委托设定在纳塔 之后的话就可以 刷新纳塔的这个每日委托的任务 应该是也是有些任务有成就的吧 任务神秘的武学召唤 然后我们直接来到这个 仓峰高地右下角 然后这边传过来 过来之后呢 来把怪清一可 我们来和MPC对话 好 对话之后呢 沉吸酒这双左手边传过来 好 这边打开地图 然后去到石门上方这个传送锚点 传过来 好 对话之后呢 来 我们这边合影 按一下空格 拍照 然后望苏客栈这边传过来 好 那这个任务就做完了 这是5.0新增的一个任务 那这个任务 就像这边的一样 感谢观看